埃里斯岛是位于美国纽约港内的一个岛屿 与自由女神像所在地自由岛相邻 它在1892年到1954年期间是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 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在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 进行身体检查和接触移民官的询问 目前埃里斯岛上的移民管理局已改建为移民博物馆 并对外开放参观 而如今美国边境城市阿尔帕索 也很像当年埃里斯岛的功能 在德克萨斯州西部 一条蜿蜒的钢丝网将奇瓦瓦沙漠一分为二 美墨边境的小城阿尔帕索 格格兰德河与墨西哥的华里斯城相往 就像埃里斯岛在20世纪初接纳欧洲移民一样 阿尔帕索从20世纪一直到现在 接纳了大量来自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移民 近年来移民数量更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阿尔帕索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美国南部边境最繁忙的路径口岸 每年都处理数百亿美元的贸易 许多移民也通过这里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获更好的生活机会 是美国庇护申请和移民案件处理的重要地点 这里也有众多NGO为移民提供临时住所和基本生活支持 这也类似于历史上 埃里斯岛为新移民提供的基本服务